现在这孩子啊太难教育了 老师不好当 请各位家长们呢 一定不要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 就可以高枕无忧一了百了了 我认为这家长的教育啊 是和孩子老师学校共同配合完成的 这是昨天我留的作业啊 五堆水泥能盖一个水渠 五十堆水泥能盖多少个水渠 你说就这么简单的一道题 我们班居然有三个孩子答错了 今天必须把他们家长好好找来 我看看这问题啊究竟出在哪了 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呢 笑啥呀 赶紧把这个工程号进攻咯 咱们好上下一个活儿 我就不督促你们干活儿了 给孩子开个家长会 请问是万老师办公室吗 我就是万老师 请问您是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张大宝的家长 张大宝家长 对 你给我站起来 你可真行啊 张大宝家长 我可算见着你了 我当了你儿子三年的班主任了 没记错的话 这是咱俩第一回见面吧 老师啊 你就知足吧 我儿子一年才见我两回 那咱们闲话少说啊 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干嘛吗 不到啊 找我来干嘛 还干啥 来 你看看 你儿子作义啊 这么一道非常简单的数学题 答错了 五吨水泥能盖一个水群 五十吨水泥能盖多少个水群 这也太简单了 你说就这么简单 这孩子咋就没打上来呢 打多少呢 九个 多少 九个 你说这孩子不缺心眼吗 这不嘛 知道着急了吧 这活怎么能大干呢 你说这 什么 老师啊 不光你来气啊 就我看着我都来气啊 不是 你说这活干不干黄了吗 这不嘛 不是 老师你要是相信我 你就把这五十吨水泥交给我 五十吨水泥 我能给你盖出十五个水群 不是 毛毛巾 我能给你盖十几个 但质量不保障 不是 张大宝家长你是干啥的啊 包工头啊 你快去边去吧你 行了啊 我直接跟你说了吧 上次期末考试啊 你儿子不及格啊 我说开家长会 你家一个人都没来呀 我不忙嘛 没及格打多少分啊 五十九分 多少分 五十九 包 包 你们大多是出去了 考试考了五十九分 咱老张 咱老张跟赌坟冒青烟哪 儿子给你们磕头了 老师 张大宝家长 站起来 干什么呢你 老师啊 你是有所不知啊 我爸和我爷 他俩加一块盹啊 也就能考二十分 我人生最巅峰的时候也就三十啊 我儿子考五十九 这不是状元吗 这不吗 老师 老师我电话响了 我接个电话 喂 媳妇啊 你怎么还打麻将呢你啊 咱家出大事了 你儿子考试考了五十九分啊 你别哭啊 你哭什么玩意你 你又不要家 你也不看看谁儿呢 那个 不不了 今天晚上赶紧杀两头猪 把咱家亲戚捧我啥 全都给我救了 再给我买两挂五万小的鞭炮 全给我放的 老师现在也被咱家的孩子 鼓励感到嫉妒了 行了 我不跟你多说了啊 我我我我我看看老师 老师啊 我这人吧 特别实的 你这么的 你就说 你想要金鞭 还是想要锦旗 我想让你儿子多写个水局 张大宝家长 我就想送你四个字 虎妇无权子 不可理许 哎呦我的天呐 我怎么能抬上你这样的家长啊 抬上我这样的家长 你就偷着乐吧 哎呦我的妈太上火了 妈上火 我给你拿着金冠家多宝 多宝多宝 多宝多宝 行了你 行了 张大宝家长 我冷静冷静 咱们都冷静冷静 请问四十八了 十八我怎么 人来的不少啊 哎 你们先喝着 我给孩子开个家长会 去去就来 我问一下吧 你们俩谁是万老师 他是 我 我是 我是 请问您是 我是谁 简单点和你说 何然是我儿子 我是何然他爹 我和我爹那年去逛街 认识的我媳妇 第二年生的何然 所以说何然是我爹 我是不是 我是何然他爹 你俩干啥呀 爹我绕里都迷糊了 家长你别迷糊 我听明白了 何然的父亲是吧 差不多了 是这样的 今天叫您过来呢 主要是何然这孩子 学习上出了点问题 所以我把您找过来呀 跟你说一下他的问题 我这 不好意思 接个电话 都别说话 啊 一会儿不是 哎 算坤呐 妈呀 还算坤呐 好难 我不跟你说处理干净吗 腿卸了 血放了 等我回去处理吧 万老师 你继续 我刚才 说到哪了 你说他家孩子有问题 你是干啥的 胖虎的 长得像个小卤猪似的 我家孩子有什么问题 不是我说的 是万老师说的 是万老师说的吗 好像 是我说的 就你说的 你把嘴给我逼上 说说万老师 我家孩子有什么问题 小学三年级 数学应用题 什么题 五吨水泥能盖一个水渠 五十吨水泥能盖多少个水渠 五十吨水泥能盖多少个水渠 万老师 能盖多少个水渠 咱能不能先放一边 我就想问问你 凭啥让我儿子给你盖水渠 你这干啥的呀 我儿子才多大呀 还没有他长得胖虎呢 小小小 我误会了不是给我盖水渠 给你盖水渠啊 我自个儿能盖呀 资格能盖就自己盖 我跟你说 我儿子谁也不能给谁盖 我还要让他长大 继承我的衣博呢 大哥 冒昧地问一句 那个刚才你说又歇腿 又放血的 你是干啥的呀 杀猪的 你给我上一遍 你这脚让你吓着 大吃都没敢揣 我杀猪爱你啥事了 看不上你 既然把你主角给拔的 你厉害的 你又能带把他拱开 我不是说你能带 哎呀 何然的父亲 今天我叫你过来 是想跟你说一下孩子的问题 何然这孩子性格孤僻 不与人交流 我是想告诉你 多花点时间陪他 王老师 你话说得清晴 我天天起早餐黑的 我不也是为了我这个家 为了我儿子吗 那为了儿子 你更应该多花时间陪他呀 你这话说得 我陪儿子 谁陪猪啊 我闻点帮我一下 你这话说得到什么家长啊 太仇人了跟你们两个 请问是万老师办公室吗 是 说说你们这些员工啊 平时工作态度一定要端正 还有那几个项目经理 都把工作给我抓上去 别人总啥事都让我这个老板操心 什么说了 等晚上回去了 连夜开会 哎呦我这天哪 我没看错吧 请问您是 他你都不认识 本地最大开发商 楼全他开的 不光是楼 我猪娟都是他累的 你们两个认识我啊 那当然认识了 万老师是吧 你好你好 请问您是 自我介绍一下啊 我是江小壮的父亲 江先生您好 这样啊 一会儿我还有一个土地收购的项目要谈 只能给你五分钟 说吧 什么事 行 那咱们长话短说哈 江小壮那个孩子 问题太大了 我儿子有什么问题 您还不知道吧 江小壮 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就请全班同学出去玩 那花钱大手大脚 我特别浪费 请全班同学出去玩 就是啊 这孩子太不懂事了 你说可不是嘛 这事怎么能不带老师 对啊 还没带我 不是什么呀 他不是没带我 不是带不带我的事啊 你不能这么教育孩子 你想说什么我明白 这孩子小的时候一定要他懂得勤俭缺缺缺缺 对 不能铺账浪费 对了 万老师 你就放心吧 这事啊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问题 以后 我一月就给他两万块钱吧 江先生你不能这么教育孩子 哎呀万老师 你不了解我的情况 我平时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根本没有时间管孩子 是不是 但是孩子要啥我全都满足他 前年呐 我儿子爱看电影 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电影院 去年呢 他说爱看书 我给他整了个书店 这两天天他说他要洗澡 你给他买个洗浴中心呢 我给他买个洗澡洗 回家让他妈说 江先生你这么教育孩子的方式是不对的 我认为对于孩子来说 知识才是最重要的 毕竟啊 知识能改变命运 知识就是财富 哎呀 可下说到正点上了 知识改变命运 知识就是财富 万老师啊 今天来的匆忙 就带了这么点知识 给你知识 你把钱收回去 请你尊重我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你看了 太得是人民教师啊 有监控 你这有什么监控啊 有监控啊 万老师 要是没有其他的事 我就先走了 一会儿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啊 好 我一句废话都不想跟你多说了啊 这是我留的作业 一道非常简单的数学题 你儿子答错了 什么题 五吨水泥能盖一个水渠 五十吨水泥能盖多少个水渠 我儿子没答上来 五吨也没答上来 五吨也没答上来 这也太简单了 谁就 一个都盖不了 五十吨水泥都能盖俩水库了 他干什么水渠呢 要不就说大佬吧 你这层面方方面面 那个哥啊 在那边你要盖水库啥子 我这有盐 你找我 我一年不会讲 一会儿给我做报表啊 我两年不会讲 我天天给你炖猪肉 先买五百头猪肉 对吧 我跟你说 我先给你花三 我这小猪肉 我可以吃白花 好可爱的 你们干什么呢 你们 这里是学校 你给我站起来 你们仨给我站好了 到这来站好了 本来我今天找你们过来 是想跟你们说说孩子的问题 但是看了你们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孩子的问题 就出现在你们这样的家长身上 你们只知道给孩子钱 给孩子物质上的生活 你们知道孩子真正 行了 我什么都不想跟你们多说了 这有一篇 我们班同学写的作文 来你们听听 我的爸爸是一个爱说谎的爸爸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爸爸下次一定陪你 今天我过生日 爸爸又没有回来 爸爸 你说的下次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我知道你工作忙 妈妈说你得中钱养这个家 我特别想知道你一天能挣多少钱 我有好多好多压岁钱 我可不可以满你一天的时间来陪陪我 就一天 爸爸我想你 爸爸我想你 爸老师 爸老师 我听完这个作文 我有点想我家孩子了 你看 我以后肯定多陪儿子少陪主 我先回去了 喂 今天这会 不开了 我得回到家 对 陪儿子 爸老师啊 我就有一个问题 这篇作文是我儿子写的吗 你不要说了 我有个好儿子 真希望他们能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 多抽时间回家陪孩子 时间不早了 我也应该回家陪我的孩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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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